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 这就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了 滚滚想着 默默看了一眼自己的夫君 心中越发的佩服 刚到南天门 便坚定的跟了夫君的脚步 去往传说中慕名已久的太成功 想要多了解夫君的过往 凤九乐得清闲 第六了时和 熟门熟路的就往成玉处走去 只是 这地后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 一路醒来 乌泱泱的跪了一地小仙鹅 倒是搞得凤九有些不自在 真说自己好歹也是青秋女君 寿人跪拜倒也寻常 只是 想想从前自己还是小仙鹅的时候 再对比现在 总觉得有些唏嘘 凤九想了想 觉得自己还是不太习惯 对提了裙脚 把腿就跑 倒是吓了一个小仙鹅 刚刚下跪到一半 话刚说了一半 便生生愣在了当下 看着那道身影闪而过 如同虚幻 不 终于到了 凤九拍开成玉宫殿大门 眼看着什么的仙鹅又要下跪 凤九掉头就跑 瞧着宫墙还不算太高 干脆从墙头翻了进去 成玉 成玉 我来了 凤九扎唬着 推开了寝殿的门 随着门被推开 两道身影相对而立 却是连三殿下拉了成玉的手 眼看着就要往嘴边送 那脸上浅全的情意 看着凤九一个哆嗦 下意识地交门一带 还不忘说了一声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你们继续 连三殿下满腔情意无处安放 正是郁闷的景 原本今日想要再鼓起勇气告白一次 谁知道这气氛刚刚营造好 家人破天荒没有反感 只是这话还没出口 就被声声打断 饶是连三 心中也大感遗憾 偏偏这打破气氛的人还是东华心间肩上的人 成玉的好朋友 真真是打也打不得 骂也骂不得 就差一口老血提在喉头 眼看着就要喷出来 倒是成玉元君 自是轻呼了一口气 惊吓一松 看着连三的表情 又觉得心情大好 只是 天偏又生怕被凤九误会了什么去 只得拿眼瞪了连三殿下几眼 通芒将门又拉开 再次见到成玉 凤九实在开心 整个人往成玉身上张过去 给了成玉一个大大的熊抱 看得连三殿下又是嫉妒 又是羡慕 连三殿下收了扇子 过为哀怨地看着凤九 我说地后啊 你这来的时间还真的是 你是不是想说来的挺巧的啊 能不巧吗 再晚一点 我家成玉岂不是要被你白白这样的便宜 凤九轻哼 看了看连颂 又看了看成玉 一脸戏谑 不过吗 看在你以前好歹帮过我的份上 我倒是有好东西相送 你要不要 啊 凤九 干嘛平白无故送他东西 白白糟蹋 成玉拉了拉凤九 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事物 不过是 凤九示意成玉附尔过来 悄悄将这两日帝君采买 及自己打算送菜肴的事情交代了去 连三殿下向来不是个八卦的神仙 只是微微侧了侧身子 将扇子在耳边轻轻摇了摇 再时不时揣摩一下成玉脸上神色 待二人交代完毕 三殿下已然占的笔直 只一脸蜥蜴的看了眼凤九 道 要 怎么不要 我难得从东华那里框点东西过来 既然你送 那 将来也和他送没什么两样 凤九不知可否 幻化出来两份石盒 一份交给成玉 一份文文落在连宋跟前 怎么样 这礼物可还入眼 连三殿下自见到石盒的一瞬间 便抓紧了自己的扇子 许是帝君排唐粗鱼的后遗症实在太过吓人 连三殿下敬脸打开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以手中折扇敲了敲脑门 只道了一句 凤九啊 地后 咱不带这么整人的吧 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开去 留下一脸莫名的凤九 还有一个笑得前辅后仰的成玉元君 凤九回到太成宫的时候 滚滚正捧了一本书在学习 帝君将滚滚圈在怀里 时不时指点几句 凤九将桌岸上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两口 顺便将目光往书页上扫了两眼 这一看不打紧 竟然让凤九瞧出来居然是一本佛经 故 凤九喷了一口茶 一脸震惊地看向自家儿子 还有夫君 九九你怎么了 成玉是没有让你喝茶吗 一回来就这么火急火燎的 连口茶都会喝喷 滚滚将视线从佛经中收了回来 看了看自己的娘亲 又摇了摇头 你个小狐狸崽子 长尽了啊 连自己娘亲的话都要抢 凤九能做凶恶 插了插腰 又将头一歪 只盯着帝君示意 心道帝君不愧是帝君 明明和儿子相处没多久 怎么就感觉儿子如今倒是越发向他了 许是凤九眼神太过炙热 帝君无奈抬起头来 倒是先向着凤九做了个无辜的表情 指了指滚滚 再探了探手 不用摸了摸滚滚滚的小脑袋 半是爱怜半是戏谑地说 我倒觉得滚滚没说错 你看你都当娘亲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毛躁 看来 成玉果然怠慢了我的帝后 竟连口茶都不舍得 不是 嗨嗨 那个 帝君啊 你怎么给滚滚看佛经 凤九顺了顺气而 指着滚滚的书页 略带几分惊恐的开口 哦 有何不可 我看滚滚很是喜欢 是啊 娘亲 佛经明明很好看 为什么滚滚不能看 不子俩几乎同时开口 吓得凤九一个哆嗦 这可是佛里克常用的教案啊 凤九哀叹 天知道自己有多讨厌佛里克 那些佛界道德 弯弯道道的 明明拆看了看都会 可这凑在一处了就啥也不懂了 了想自己当年 要不是因为仰慕帝君的缘故 按照自己的本意 是绝对不可能上这样一门课的 就算垫底挨跌跌的鞭子 对这门课也是深恶痛绝的 可这么变态的佛里教案 帝君居然让滚滚学习 滚滚才多大 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一种由内而外的 从生理到心理的折磨 凤九这么想着 看着帝君的眼神就有了些许哀怨 在凤九哀怨的眼神中 帝君微侧了侧身 却是倾笑了起来 夫人莫不是想 剥离这么变态的东西 自然只有我这么个变态才能看得进去 我虽记性不大好 倒也还是记得 你当年背着我说的这番话来着 夫人莫不是觉得 称自己夫君为变态是一种乐趣 啊 变态 夫君 变态是什么意思 滚滚天真的问 嗯 这要问你娘亲 大概 还是在夸你夫君很厉害 帝君点了点滚滚的小鼻子 凤九被这一大衣小两双眼睛看着 觉得浑身发寒 心倒该不是滚滚果然随了帝君的性子 连这么变态的本事也一并给继承了吧 不死心的 凤九上前将佛经从滚滚手上抽了出来 握了握滚滚的手 很是与重心肠的说 滚滚啊 咱们先不讨论变态不变态的问题 咱们先说一说这佛经的事可好 不好不好 布君说了 娘亲佛理学的最是差劲 滚滚还是不要和九九讨论佛经了 对吧 布君 滚滚抬起小脑袋 说出来的话却是让凤九愣了半天 嗯哼 那个 滚滚啊 你还小 你都不知道这个佛理到底有多难学 趁现在还不到学佛理的年纪 我觉着 你还是应该多学点别的才好 佛理很难吗 滚滚看了眼自家娘亲 又看了看装作一派无辜的父君 自言自语道 这不是挺简单的吗 一点也不复杂啊 说完 看了看自家娘亲微变的神色 又加了一句 哦 真热了 天啊 九九 你连佛经这么简单的内容都看不懂 那你其他功课该有多差啊 滚滚今日看了父君好多藏书 就觉得佛理似乎算得上最为基础的了 滚滚 相信娘亲 这门课真的很变态 凤九脸上神色变了几遍 终于还是忍不住在挣扎挣扎 要不 你考虑考虑将上古史什么的提前学学 你娘亲我上古史可是很优秀的 上古史啊 我觉得根本不用学啊 直接问傅君华重点不就好了 九九你怎么变笨了 滚滚看了看自己娘亲 叹了叹 嗯 凤九觉得自己这个娘亲在滚滚面前 越来越没有威严了 但又不得不承认滚滚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对 虽说小狐狸崽子如此像学是一件好事 可怎么这心里就那么不舒服呢 凤九没想明白 下意识的就朝着帝君撅了撅嘴 正好看到帝君带着一脸隐忍的笑意 无声向自己示意 说的似是我的儿子 自然随我 也是个变态 青秋冬荒凤中黄 没接睡我雨花香 三胜三是枕上树枝再续前缘第二十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是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